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期美食测评 我呢就是前几天趁着那个三八姐大醋的时候 在淘宝上买了一盒 就是终于很新买了一盒 我看了超久缠了超久的一个韩式马卡龙礼盒 它是这样的 它有六种不同的口味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双巧布朗尼 然后这个是奥利奥 然后这个是奶茶的 然后这个是抹茶红豆的 这个是蓝莓优格 这个是豆乳的 就是总共是六个 超级可爱 它们好像关键词是那种韩式胖马卡龙 就是那种超级大 但是巨可爱 看着巨好吃的 然后我看到那家店 好评也非常多 所以我真的就是 一直放在我的购物车里没有下单 但是我看到三八姐大醋在打折 所以我就买了 OK 这不是广告 所以我们就要试吃它们 然后我还另外拿了一瓶牛奶 来吃 我做饮料 免得它们太腻了 OK 现在呢我们先来吃哪个味道的 要不先从最淡的开始吧 豆乳的 我觉得豆乳应该是最淡的 最清淡的 用来拆包装 哦 它会掉那种脆碎 因为它毕竟是运输过来的 能量它 嗯 就是会有一股那种豆乳的那种 豆粉的那种香味 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 看起来真的蛮好吃 那我先咬第一口了 嗯 就是有很多豆粉 然后呢 它们中间这里是棉糕 中间这些球鞋是棉糕 所以它们的口感就是 很糯很糯 很有嚼劲 不会太甜 它们这个马卡龙这个 壳不会太甜 但是它还是比较甜的了 就是甜品里面肯定不是那种 小糖那种感觉 它这肯定是加糖 但是它这种甜呢 是那种清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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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甜品就是 超级快乐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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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Bard��那时候会有那种 豆腐的那种 香味 如果喜欢豆粉的朋友 一定一定要尝试一下 那种超级好吃 我们先开始试下一个 下一个 吃这个呀 刚吃的是比较豆乳那种 现在来一个 蓝莓优格的 这个样子 它昨天这里是有蓝莓的 然后我估计上下这些应该是 就是优格吧 好的 那我现在来吃第一口 这个呢 它会比上一个 比较偏绵密一点 它的这个奶油 它的优格 会偏绵密一点 没有那么清甜 特别是比较腻的那种甜味 然后呢 它的壳呢 是比上一个 没有上一个那么脆 但是会比上一个硬一点 就稍微难咬一点 但是我很喜欢它里面 这种蓝莓 就是不是酸 就是它是稍微带一点 那种水果 天然的酸 所以是很好的 中和了口感 它已经要出来了 我去把它save吃 它中间这里 会有那种蓝莓的果酱 看下就是 已经碎掉了 不过你呢 它的壳 然后这个壳 会比它的馅 让我觉得更好吃 你看它馅稍微有点太甜了 对比上一个来说 我觉得上一个那种 带有豆腐那种 清甜味会更好吃 这个有点太腻了 OK 下一个 下一个呢 我们来吃 奥利奥味的吧 因为上前面那个是比较甜腻的 这个就来个奥利奥来 独特的味道 来给你吃一下 这奥利奥说实话 我看它好馋啊 因为我看那种 就是很多吃播啊 好多人都是吃那种 奥利奥嘛 然后就真的特别特别的馋 特别想吃奥利奥的甜品 然后我 其实我本人也超级喜欢吃奥利奥 吃点那个 七腹酸奶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点那个 里面是奥利奥碎片的那种 它叉起来是这样的 哇 就在这里是一片奥利奥 然后上下这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是奥利奥口味的奶酪球 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尝一下 OK 那我吃第一口 它上下这奶酪球是巧克力 口感特别绵密 那种偏硬 偏厚实的那种 嗯 奶油那种感觉 嗯 它中间夹心的奥利奥也非常好吃 我觉得它的壳相对于上下来说 没有那么硬了 前面一个那个 蓝莓优格的那个壳真的非常的硬 我真的很喜欢它里面的那些奶油 我连吃了三个 现在确实感觉会有点腻了 我应该准备一点那种茶 会好一点 嗯 我最喜欢甜食的朋友来说这个真的特别好吃 这款就是甜腻 甜腻 甜到腻味的那种 因为我感觉好像没有上一样那么甜腻 它里面是巧克力碎 所以就是奥利奥嘛 就是不会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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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腻味 对不对还是非常非常甜腻的 很绵密的一种口感 就算这么点了 好吃好吃 我目前觉得最喜欢的还是一开始那个豆乳的 那是非常的敬艳 OK 我们下一个呢 来吃 因为刚刚已经吃奥利奥了 所以就不接着吃那个布朗尼 我们来吃一个 抹茶红豆吧 我真的特别喜欢抹茶 就是真的喜欢抹茶红豆 而且是抹茶红豆这个组合 真的是太切中我的心了 就是你们知道爸爸糖吐司吗 然后之后它又出那个抹茶红豆吐司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去那种咖啡店 点那种抹茶红豆的组合 我都超级爱 我觉得它们两个在一起的 也就是完美绝配 不仅是在咖啡 就是在那种面包上面搭配啊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的 OK 这个 在这开 然后就是真的 因为喜欢抹茶 直接喜欢上绿色 你知道吗 这样的 那它里面这个中间这个绿色的 应该是那个一片那个 我怀疑是之前我吃过的那个薄荷巧克力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它毕竟是抹茶味的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不会中间搞一个薄荷味的这么离谱吧 那这些奶酪奶油我估计应该就是抹茶味的 至于它说红豆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体现它有红豆 Anyway 我们吃进去可能就有了吧 一咬下去真的 满嘴的那种抹茶的香味 它抹茶味真的非常的浓 就是你闻都很能闻到那股很香的那种抹茶香味 那我再开一瓶牛奶 就是说我吃了这么多 感觉已经感觉很饱了 它这个量真的蛮大的 鸡翅 吃到最快的巧克力了 特别吃薄荷味的 真的有点点奇怪 我感觉店家是想要薄荷和抹茶就是两个都是绿色的这种搭配 加上薄荷稍微清凉的口感来带走一点它的甜蜜 但是我觉得它养不搭配 所以我本人是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不搭 薄荷和抹茶 虽然都是绿色 但是 它也不是很搭 所以我准备把它拿出来 OK 我好像貌似看到了 这里面有一点点 红豆馅 在这里面 它的抹茶虽然还是非常浓郁的 它这个红豆 与其说是红豆 不是说是豆沙 就是有点失望 就是我喜欢那种 就是红豆 没有加那么多糖的那种 就豆沙对我来说它会太甜了 它加太多糖 我比较喜欢就是红豆颗粒颗粒那种 没有加太多糖的状态 我不明白 不如不说 吃这么久 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红豆套隆克 就是 它外面是那种 沙沙 是沙沙的 外面是脆的 里面是那种沙沙的 所以它咬下去会非常有嚼劲 但是 还是脆的 这说实话有点让我失望 因为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抹茶红豆的 它可能 红豆放的太少 而且是豆沙 像它的那个 抹茶 算是有抹茶香味 但是实在是太甜了 就是甜了有点盖住那种抹茶的那种味道 然后呢 我们还剩下两个 其实我实在是吃的太腻了 也就是奶茶的 一个是双巧布朗尼的 我们 我把它放到冰箱 然后明天再继续吃 那么总结就是今天吃的那四个的话 我会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豆乳 嗯 其次是 嗯 奥利奥 然后 之后是蓝莓优格 和抹茶 抹茶 抹茶确实是 希望 其实抹茶它也没有难吃到第四 但是 因为我对它希望是太高了 所以说 希望越大 落差越大 对 然后总体感觉性价比来说呢 嗯 确实是稍微有点点低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是 一百九十多 然后六个 然后我觉得 稍微性价比有点低 可能我期待里面会出现更多的 嗯 没有那么甜腻的奶油吧 嗯 对 所以 我们明天继续吃 OK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今天是吃这个 马卡龙的第二天 然后昨天我们吃了四个 今天我们吃剩下的两个 然后剩下两个是什么味道的呢 双巧 布朗银和这个奶茶的 那我们先来吃奶茶 比较淡的 这样循序渐进 就可以搭比较浓的 然后又是准备了牛奶 OK 拆包装 今天是3月8号 是开学日 唉 就是有种 难以置信的感觉 就昨天晚上 我们平时是每天晚上11点熄灯嘛 然后昨天晚上熄灯的时候 就有种 恍惚感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开学了吗 就突然间难以接受 就他那一下熄灯的时候 就有种 PTSD 那种 熄灯PTSD 就那种 考试前复习的那种 复习不完了 但他还有熄灯的那种感觉 就是 虽然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好吃 他像这样一样的 我猜这个是那个微化 应该蛮好吃的 OK 但我们来吃第一口 还有这个奶茶 奶茶味呢 不是那种一般奶茶店的奶茶味 是那种英式就是牛奶加茶的味道 就不是那种奶茶店普通的奶茶味 所以我还蛮喜欢它这个奶茶味的 没有太甜 还好 没有之前吃了那么几个 我不太喜欢的那几个甜 我很喜欢它这个奶茶味里面茶的清香 然后它这个微化中间夹了 这个微化也特别好吃 我真的蛮喜欢里面的茶味 很浓郁 我看到了吗 这里面还有点点 这种咖啡色的 应该是那种奶茶 奶茶 奶茶 姜 或者是那种焦糖 真的挺好吃的这个 我真的蛮好奇中间这个 你们看到了 就是中间这个咖啡色的这个酱到底是什么酱 看起来甜甜 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奶茶味呢 就是单独它是奶茶味 还是整整体奶茶 我让它带了奶茶味 但它应该是根据颜色 我感觉确实是像奶茶那一挂的 好吃好吃 那我们来吃最后一个双巧布朗尼的 我之前呢就是其实 对于巧克力这种东西来说 我真的非常喜欢吃巧克力本身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巧克力的产物 就比如说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产料 巧克力雪糕那种 就不太喜欢 就真的是不太 就是不喜欢的那种 不是没有那么喜欢 而是真的不喜欢 因为我感觉 巧克力本身是好吃 但是它和其他的东西融合 其他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之后 就感觉 不好吃 那我很期待 最后这个布朗尼 会不会给我和以往不一样的感觉呢 像这样子 中间这里是一大块巧克力 然后上下我猜 应该这是黑色的是巧克力豆 然后奶酪应该也是 巧克力味的 应该是 那我来吃第一颗 因为它就是黑色的 对于是黑色的 对于黑色的 对于黑色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首先我刚凑近闻的时候 咬第一口的时候 就闻到有那种巧克力的香味 这个我挺喜欢的 然后它现很惊讶的是 根本就没有前面几个那么甜 就比上一个 我刚吃的那个奶茶的还没有那么甜 然后我直接就咬到中间那块 就是它里面的巧克力 以及它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浓厚 以及非常非常的绵密 是那种要实际敏才能把它敏化的那种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 还特别厚 好吃的 有点颠覆我之前对于巧克力 就是巧克力的东西的感觉 这边这个巧克力馅儿 不错的 无论吃多少吃都要化化它的脂肪 真的很好吃 有嚼劲 喜欢 剩下都是巧克力的 好 OK 那我们就是吃完了这次买的6个马卡龙了 然后昨天因为已经总结过 昨天吃的那4个今天我就来吃总结 最后吃的这两个 然后呢 那个奶茶那是真的非常非常厚的那个奶茶味 我想起来了就是它好像不是只叫奶茶 它是叫焦糖奶茶 所以里面的那个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的那个 那个酱应该是焦糖酱蛮好吃的 对然后还有那个双巧布朗尼里面的那个巧克力 以及它中间含的那个布朗尼真的非常好吃 非常棒 然后来个总榜排名吧 总结来说呢 我个人在这6个里面最喜欢的一家排名是豆乳奥利奥奶茶布朗尼蓝莓和抹茶 然后呢 如果按甜度排列的话呢 就是蓝莓奶茶抹茶奥利奥布朗尼豆乳 豆乳是最不甜的 也是我在这里面最惊艳最好吃的 总体来说 我觉得想一个甜心的朋友们 一定要尝试一下 韩式马卡龙 巨好吃 就跟普通马卡龙不一样 当然也是特别特别甜 所以建议普通吃甜的同学 就是要少吃 可能吃一两口就好了 因为一直吃一直吃会吃蜜 OK 那么今天是开学天 然后待会我就要去上课了 希望我开学快乐 也希望已经开学了大家好好学习天天上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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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